一手握住荷葉加入香菇 豬肉 填上糯米飯 再來就是重頭戲 加上一大片蒲燒蠻 接著俐落的包起來 一顆創意十足的蒲燒蠻粽 就完成了 其實每顆肉粽 我們成本 原物料成本 我們有在控制 然後目前今年的成本 就稍微調展一下 每顆多出五塊錢 不過今年蒲燒蠻粽 一顆調張物圓 單價價格來到九十物圓 已經逼近一百塊 另外有知名的彰化復興 礦肉粽 主打肥肌肌的礦肉 還有入味的鹹蛋黃 招牌的礦肉粽 今年價格動漲 維持每顆七十五元 就在彰化陸港鎮 街頭還有一家外省粽 也吸引民眾錢來購買 一口咬下滿滿的餡料 價格停在五十五元 外面的基本上料都少少的 可是這個香菇 筍乾跟肉 都是很大塊的 吃起來很有飽足感 有些店家因為原物料 粽子一顆來到近百元 有的肉粽則一顆五十五元 粽子價格從銅板 比金到百超 相差來到了四十元 375 許淑偉 林佩軒 江俊陽 彰化採訪報導 剛才現在出現了 在吉祥介電 高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